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突然发现自己银行卡中的八十万元不翼而飞了 八十万台币 这么多钱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而这钱又是被谁给拿走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就在前不久呢 河南驻马店的王奶奶突然发现 自己银行卡里辛辛苦苦存着的八十多万全都不翼而飞了 这下怎么得了 王奶奶心急如焚 但是因为年纪大了 对于手机这类高科技产品又一窍不通 惊慌之下 赶紧和自己的女儿联系 说明了情况 王奶奶的女儿知道后感到特别诧异 因为她知道母亲向来节俭 平时连凭一块钱的水都不舍得买 这二十万元一定不是母亲给花掉的 而且这钱还来之不易 有着非常沉重的意义 王奶奶其实过得并不轻松 她现在还独自一个人带着两个孙子 目前一个已经十一岁 另一个十岁 两孩子也是命苦 多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他们 随后的日子一直都是他们的父亲 独自抚养他们长大 日子虽然有些辛苦 但也还算过得下去 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 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两孩子的爹出了车祸 直接去世了 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消失了 换谁肯定都受不了 最终在经过王奶奶一家人的努力下 打了两年的关子 终于在今年的七月份 拿到了二十多万的死亡赔偿金 平时王奶奶一家人不管多难 也不敢动这一分钱 因为那是拿儿子的命换来的 而且这银行卡里的钱都需要留着 以后给孙子上学用 所以王奶奶的女儿 知道这钱莫名其妙的消失 一定令有蹊跷 赶紧联系民警 希望能够展开调查 结果这一调查可就不得了了 真可谓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这来之不易的八十万元 全被两个尚且年幼的孙子 玩游戏花光了 两个尚且才十岁左右的孩子 神秘于玩和平精英这一手游 并且在这个到处都充斥着 诱导充值的游戏中 两个小孩没能够坚守住内心的冲动 短短几个月就陆陆续续的 将八十万全部花在了游戏中 很多人看到这个都会非常疑惑 按道理来说 现在中国对于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长 以及充值渠道等各种方面 应该有很严格的管控啊 这两个孩子哪来的本事 能够充这么多钱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如柯代表之前担心的一样 这两孩子先是在网上平台上 找到了卖号的店铺 并且一开口就是 你们店里最贵的账号是哪个 最后通过与店家之间的沟通 他们购买了一个标价 高达二十万元的账号 而后进入游戏以后 两人又陆陆续续花了五十多万 用来给自己的账号购买人物和皮肤 这有一点非常关键 大家都知道 付款的最后一步 是需要输入支付密码和人脸识别的 这两孩子又是怎么做到绕过这一关的呢 也很简单 因为带着他们的家长是年岁已高的王奶奶嘛 所以他们就趁王奶奶输入密码的时候 偷偷记住 而后更是借着王奶奶不懂网络的原因 谎称是考试需要 让王奶奶拿着手机完成了人脸识别 而王奶奶在知道真相后的一瞬间 感觉内心最后的壁垒都被击破 当着众人的面直接痛哭流涕 直说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是又不忍心过分苛责孩子 所以王奶奶的女儿就希望能够通过警察和媒体的帮助 看看能不能将这笔钱拿回来 在这条新闻底下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有惋惜有同情 但更多的是愤怒 有对游戏公司的愤怒 有人借机开始宣扬说 坚决支持关闭游戏 网络游戏害人不浅 如果游戏继续存在 就是对我们下一代的不负责任 也有对家长的愤怒 大人连自己的手机都管不好吗 孩子不懂事 大人还不懂事吗 怎么孩子说什么就信什么 一点大人的样子都没有 这钱丢了活该 但更多的是 是对孩子的愤怒 太不懂事了 那是八十万吗 那是他们父亲的命啊 去爸爸的一项面前跪着吧 从小就这么败家 长大了一点也没有出息 大家觉得生气很正常 因为这种事 不管落到谁头上 都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 但我觉得愤怒之余 我们更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是 该怎么做 才能避免这种事 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游戏公司有不完善的地方 但为了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游戏和胡乱消费的现象 各大公司也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 这件事本身 其实并不能怪罪于游戏上 游戏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完全就是看玩的人是个什么样子 如果玩游戏的人本身没有问题 那么游戏也就很自然 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但如果玩游戏的人 本身受到的教育 没有教会他自控 那不单单是游戏 世界上任何具有诱惑性的东西 都很可能会让这个孩子走入歧途 当然家长也有非常大的问题 王奶奶年岁已高 我们不可能对他苛求什么 但是其他的亲戚呢 就没有人去管管孩子的教育问题吗 只要孩子还活着 就算尽到责任吗 不过我们有一说一 最大的问题 当然出现在这两个孩子身上 但造成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 却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2020年3月 一名七岁男孩用爷爷手机上网课时 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 随后仅仅过了四天时间 他就在游戏中花了5.2万元 购买各种游戏道具 孩子的爷爷有慢性病 去买钥匙被店员告诉卡底余格不足 无法购买 回家一问才知道 卡底的钱竟然都被孙子给花光了 今年3月 四川的曾先生突然发现 最近一年中 自己的微信账号多次向同一账号进行支付转账 一次少则几十块 多则过万 共计转出了12万余元 而这些消费记录都是出自他9岁的儿子之手 因为现在很多老师都会通过手机留作业 上网课 曾先生的儿子也以此为借口 表面上是要手机来上网课 实则是为了玩游戏买装备 曾先生是又气又恨 他们是农村家庭 十分的不容易 却没想到孩子这么不懂事 随随便便就把他们自己的心血花到了游戏上 不得不说 手机游戏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就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事件来说 孩子们城市不同 年龄也不同 但却都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为什么这些孩子那么爱玩游戏 为什么总有孩子在游戏里肆无忌惮地消费 其实这些孩子给出的理由都差不多 都是觉得学习无聊且枯燥 手机游戏则不一样 它画面精美 过程紧张又刺激 一旦开始玩 就很难自控 这也不怪孩子 因为手机游戏被设计出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人沉迷的 大人还能凭借自控力适度游戏 但孩子却难以招架得住 另外 很多孩子对于金钱真的没什么概念 在他们眼里 一千块和十万块可能除了叫法不同 没什么特别的区别 反正他们平时要花什么钱 或者想要什么东西了 只要和家长说就行了 曾经看过一个针对小学生的街头采访 记者随机采访一些小学生 问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一位小女生回答说 我觉得一个月差不多能挣200多块钱吧 另外一个男孩子则回答说 一个礼拜几千万吧 小小年纪的他们 对金钱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他们不知道几千万有多多 也不知道200多块钱有多少 这样的一群孩子 又怎能知道自己在游戏里随手充值的数字 是爸爸妈妈努力了多少个日夜的结果呢 他们缺少的不只是对金钱的认知 缺少的更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很多父母拼了命的努力赚钱 都是为了给孩子 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 但却很少有家长会让孩子知道 赚钱有多不容易 证券的消费观和金钱观 又应该是怎样的 所以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孩子沉迷游戏 在游戏中断花钱 我们作为成年人 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 首先是孩子们 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类的事件 都是因为缺乏良好的教育 导致了他们的认知出现偏差 自控能力不足 所以才会一面对诱惑 就无法控制自己 缺乏良好家庭教育 孩子们很容易就会养成坏习惯 而这些才是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 一昧的怪罪游戏 或者孩子 只会让错误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只有明白了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我们才能够去改变现状 让悲剧不再发生 最近网络上又发生了一件 引起网友们热议的事情 据网传 一位17岁的男高中生 居然在女仆店豪指千金 将父母给他的留学费用 128万元全部花完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不禁让我感叹 古有吴三桂冲冠一怒魏红颜 现有高中生小王 课金冲卡魏女仆 为了解事情的全貌 可代表在网络上 好好地调查了一番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刚刚结束高科的小王 是远近闻名的小开 虽不是手握兰波基尼风向盘 却也是随随便便地拿出 几十万的17岁少年 原本 小王的父母希望他能去国外 干一番大事业 没想到从踏进女仆桌游店的那一刻 人生改变了 一走进女仆桌游店的大门 温柔的女生便传入少年耳中 欢迎主人回家 少年自觉心神荡漾 随即看了看自己卡里的鱼隔 迈着自信的步伐 走进了桌游店 众所周知 宅男愿意去女仆桌游店消费 可不是冲着桌游 而是不同类型的女仆 一般情况下 入场就有入场费 但通常 不会超过两百元 还算平民宅男 能够接受的价格 只需要两百元 最可欣赏的 JK女仆 古风女仆 等等各种赏心悦目的消息 小王一合计觉得不亏 拿出手机付了款 走进桌游店内 紧接着又是第二轮付费 常递费一般分为 大厅和包间 包间比小贵 大概在四百元一小时左右 小王作为一个公子哥 哪能做大厅呢 随即就选了豪华包间 据统计 大多数的客户 通常都喜欢包一个小包间 便宜 但私密性也有的 豪华包间与小包的区别 主要是空间大小的问题 毕竟女仆店并不会装修的 金币辉煌 够二次原封就行了 既然是桌游店 就一定有很多娱乐项目 女仆一般负责和客人聊天 或者玩桌游 高端一点的店铺 则会让女仆和客人 一起玩PS4的 大家想象中 那种带颜色的游戏 是不可能的 每家正规的女仆桌游店 都有严格的规定 如果客人有什么非分之想 都会被立刻逮捕 帮忙做作业 也是不可能的 小王不差钱 一口气直接点了 四名打扮不同的女仆 一起玩 根据店家所说 四名女仆和小王 一起玩了十小时左右 期间 小王觉得玩桌游 凸显不出自己的彩礼 还给女仆打赏了两万元 此外 为了得到其中三人的微信 还额外花了六千元 没错 想要微信 拿钱吧你 当然 每一个添加了女仆微信的宅男 都想约会女仆 如果你想约会女仆 请额外充钱 起码达到两万元才有息 而且 为了保证女婆的人身安全 约会并不是想去哪就去哪 通常都是店家规定的地方 比如某家咖啡厅等等 大部分宅男 既没有钱克金 又色胆包天 总想要女婆小姐姐的宅男 则会遭受无情的打压 据网友爆料称 普通宅男通常在微信上 说十句 才有可能得到一句的回应 总之 一个合格的女婆 总是对宅男们 忽冷忽热 让他们对其又爱又恨 欲罢不能 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让这些宅男 再次到店里消费 听起来 是不是很鸡贼呢 实际上 也只是一种商业策略罢了 从法律的意义上讲 女婆可没有任何义务 回应宅男们的消息 最后 小王玩到 女不定快打烊了 再回家 过了几天 父母发现 小王穿的鞋十分炫苦 询问后 得知竟然要三万多元 随后父母发现 银行卡的钱提不出来了 一查账单惊掉了下巴 好家伙 小王把留学一年的 学费128多万元都用掉了 打印近三个月的流水 发现足足有四五十页 都有一本书的厚度了 其中有去按摩店办卡 酒吧蹦地 女不定客金 购买奢侈品 买男孩最爱的AJ篮球鞋 其中还有在女不定内的 7.2万消费 总的来说 这7.2万 包括十小时桌游 以及自己花的打赏 和三个女婆的微信 仔细想一想 其实也挺合理的 毕竟每一笔开支 都是文明规定 愿者上钩 并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但是小王的父母可不服气 他们认为 小王还是未成年 商家让未成年消费 就是不合法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小王的父母利用舆论造势 最终 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 商家还是归换了 对应的款项 而这还仅仅是一家女部桌游厅 王先生还想要讨要回来别的款项 还要跟别的酒吧 KTV进行交涉才行 毕竟王先生打印出来的银行账单都有数十页之多 那么如果不仔细了解事情全貌 大部分直观群众都会认为 少年豪制女部店几十万 对此 店长也很冤的说 自己女部店所有营业执照都是齐全的 而且所有消费均是明码标价 没有强制消费和诱导消费 这一说 游戏项目由消费者自愿选择 选择女部的数量也是自己决定 虽然打赏一位女部是8888元 顾客也可以选择不打赏 但是最终店长秉持着人本主义的精神 还是把所有钱都退回 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孩子家长跟商家可能都不觉得自身有问题 可是其实这三方都是有问题的 首先是孩子 虽然是未成年 可是毕竟已经是一个要步入大学的学生 本身应该有一定的叛逼是非取值的标准 然而他却消费无度 没有任何节制 其实事情发生了还有一定的好处 这笔钱要是等他留学之后再挥霍出去 那可能更麻烦 家长方面 则是缺乏对孩子的监管和教育 没有尽到自己作为家长的义务 孩子开始挥霍这笔钱 是从7月就开始的 而家长则一直等到8月底才发现 后知后觉造成损失也应该承担对应的一部分责任 而且从孩子挥霍的情况来看 家庭教育的是非取值观念是缺失的 同时 自觉伪觉的商家也并不是那么委屈 尤其是看女服主题的桌游厅 或者餐厅的商家 都要注意未成年人的问题 一般这个年纪的消费群体花的都是家里的钱 可是他们的钱来源却不一定是家长给的 孩子愿意消费 可是家长不愿意 最终这个钱还是要还回去 而受到损失的还是商家自己 而同样类似的事情 在中国可真就是屡屡出现 在今年3月的时候 新疆一位妈妈突然发现自己卡中的40多万元 居然不翼而飞了 于是联盟展开调查 最后发现 这笔积蓄居然是被自己年仅11岁的大儿子小妮 全给拿来买游戏账号了 当时 因为当地疫情关系 一家人都在家中隔离 孩子在家学习 作业什么的都是在手机上操作 她妈妈那时正好在生二胎 精力主要放在了老二身上 所以她能够比较自由地使用手机 舅舅告诉媒体 小妮学习成绩其实不错 平常家里人允许她在完成作业的情况下 适当玩一下手机 我们都知道她喜欢打游戏 也常常提醒她 不能乱买什么游戏装备 不过 小妮先后多次妈妈的账号 在拼多多平台上的一家游戏商家处 进行了数十笔消费 共购买了四个高级别游戏账号 金额高达40万6千余元 发现问题后 小妮家人陆续准备好了 各笔消费的支付记录及相关证据 并向拼多多平台和相应游戏公司进行投诉 希望对方能够将小妮购买游戏账号的资金退回 实际上 她年纪很小 购买的那些游戏账号级别都很高 她其实都玩不了 就学介绍 而后 经过平台的协调处理 小妮将游戏账号退还给了游戏公司 不过游戏公司只向其退还了32万余元的费用 原因在于账号在流转过程中 已经有了价值贬损 这也将影响游戏公司的成本 但小妮家人却并不认可此说法 他们认为小妮本就是未成年人 这种消费是没有法律效率的 最终经过法院的裁定 游戏公司决定再多退还小妮一家4万元 总计36万元 以上的案件实际上都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典型案例 一旦自己家的孩子出了事 父母都只会把矛盾转移到外界事物上 他们从来不会认识到这些事其实都是孩子的错 加父母的错 还差十天就成年的小妄 实际上已经算是一个成年人 打着未成年人的喜好 就可以白嫖装备和服务吗 但作为看客来说 面对社会事件更应该多一分理智 少一分偏见 娱乐致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 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物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 在于被轻调的文化环境 全都被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 在这个娱乐致死的年代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那个理智的人 如今的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消费诱惑 我们作为成年人更应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客代表 说起孩童 因其实人类生命的延续和文明的未来 本来应该是天真无邪且充满同趣的形象 但因为部分家长在教育过程中的失责 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另一种孩童群体 且每次提到他们的专属名号的时候 网友们无不痛臣厉害 指责纷纷 想必说到这里大家也都明白了 这一孩童群体就是熊孩子 而今天的故事就是熊孩子 又又又又捅了个大娄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起来跟我看看吧 熊孩子一词常用来形容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 他们往往岁数较小 还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 再加上未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便会做出一些不可理喻 无法无天 但又破坏性的事情 比如他们可能会删掉 你好不容易打的游戏存档 摔坏你展柜中的手办 划烂你的屏幕 把你的家里搞得一团糟 甚至还死气掰叠的 要抢走你心爱的漫画游戏玩偶 他们的叫喊声回荡在每一家饭馆和每一街车厢里 而在做完这些事后 他们往往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甚至你的父母和对方父母 还会以一个专属理由为他们开脱 他只是个孩子啊 他能有什么错呢 可能这句话你已经听过了很多次 心中再也不会起丝毫波澜 但下面这个视频中家长说的话 就更令网友们愤怒了 南京一辆宝马轿车的前挡风玻璃 被一名孩子弄坏 这本是一件小事 但家长的态度引发了网友的大量讨论 从事发监控可以看到 一个小女孩来到轿车旁边 先是用手在前挡风玻璃上挥毫作画 随后又感觉不过瘾 直接爬上了引擎盖 开始对前挡风玻璃一顿还我票票权 这么一顿操作下来 直接导致前挡风玻璃出现裂痕 事发后凭借监控 车主找到了小女孩的家长进行索赔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家长一系列回应彻底让人愤怒了 此言论一出网友们都气炸了 纷纷为车主打爆五评 无独有偶 在2017年4月 宁波三名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小学生 两个星期内共损坏了42辆公共自行车 造成损失超过15万元 而且孩子的家长也不愿意赔偿 只是丢下一句话 要钱没有 让派出所把孩子抓走吧 对于这些家长的言论和熊孩子的恶劣行为 可代表脑海中想起了一句古话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熊孩子们除了会做出损毁他人及公共财产的行为外 有时甚至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和健康 当前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年人正在举铁 此时旁边突然走过来一个孩子 二话不说 举着杠铃的异端就往上抬 由于平衡被打破导致另一端的杠铃片迅速脱落 紧接着因为重量失衡 被小孩抬起的异端也迅速下坠 场面极其危险 若是成年男子一个手滑 铃片极有可能全部砸在小孩的身上 而后续也相当令人大快人心 成年男子起身后直接拽着小孩的耳朵 走出了监控画面 及下场显然不用客代表继续说明了 如果说之前的小孩是成年人客信的话 那么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就是老人终结者 直接一家人正在吃饭 奶奶起身盛饭 小孩却开始推椅子玩 最后又眼睁睁地看着奶奶倒在了地上 可能这个孩子并没有想到奶奶会再次坐上去 算是无心之过 但对于老人来说 摔上一跤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 则会让所有妈妈当场破防 可能是之前总见到妈妈在脸上涂涂抹抹 于是这位小姑娘也有样学样 之前她将妈妈的一罐化妆品 全都涂到了自己的脸上 其厚度称其为面膜 也是不为过的 妈妈看到后特别生气 小姑娘见妈妈脸色变冷 并可怜巴巴地说 妈妈你不会打我吧 之后妈妈便带小姑娘去清洗了一个多小时 虽说基本已经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但依然没洗干净 此时 受到责备后的小女孩则趁妈妈翻腾头发之际 悄悄翻了一颗白眼 疑似对权威的不屑 而下面展示的画面则是之前老人终结者的翻版 直接画面中的这位母亲稍稍起身 便想要坐回凳子上 而旁边百无聊赖的小男孩 则在母亲坐回去的瞬间 用脚轻轻一勾 凳子便离开了原本的位置 只听哀悠一声 毫无准备的妈妈便摔倒在地 起身之后 看得出来妈妈是想对孩子好好教育一番的 但无奈受伤不为实在疼痛难忍 只好暂时做吧 如果把家中遭到熊孩子光顾的物品排个许 那么电视机毋庸置疑 位列第一 比如现在播放的这位 虽然个子较小 但是小个子也无法阻挡 他想为电视机中的小朋友伸张正义的决心 只见他拿起棍子 框框的就是对着电视机一通乱砸 直接把电视机敲成黑屏 如果把画面暂停的话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电视机摆得太高了 哪怕是对家里的大人来说 这高度也不正常 但如果我们接着看下去 就会发现 电视机放高一点是有理由的 原来早在一个多月之前 这个熊孩子就已经开始对电视机进行物理攻击了 虽然砸电视机的行为相当不好 但这个熊孩子也向我们证明了 人类使用工具的技能 确实已经刻进了DNA里 下面这位同样是选择对电视机下了狠手 只见这位还穿着尿不湿的小朋友 随手抄起地上的玩具车 然后以一个标准的至千球动作向前投出 正中面前的电视机屏幕 随后立马逃之夭夭 电视机上的黑影则彰显出 刚才这一击对于一个穿尿不湿的孩童来说 是多么的势大力尘 回看画面 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在熊孩子在做出扔玩具的这个动作时 家长就已经有所警觉 但无奈熊孩子动作实在太快 根本来不及制止 小小年纪便展现出如此高超的运动天赋 建议大力栽培 看了这么多熊孩子犯错的视频 那么有没有家长教育熊孩子的视频呢 当然是有的 比如当前出现在画面中的这位六岁小朋友 因为妈妈阻止他玩手机 于是扬言要吃一百个冰激凌把自己冰死 好让妈妈后悔 而让这位小朋友意外的是 妈妈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真的买来了一百个冰激凌 小孩努力吃了三个后 崩溃大哭 灵魂发问 我是你亲生的吗 场面十分诙谐有趣 小孩子以后 怕是再也说不出 要吃一百个冰激凌的豪言壮语了 另一位家长 对于逞治熊孩子也是相当有心得 这位家长家里是养牛的 孩子生性顽皮 经常拿石头砸牛 有一天 大人在健身 黄民放的有雅定片 只见小孩拿起雅定片 就往窗户外扔 差点砸到了自家的车 大人怎么劝阻都不听 于是这位家长就骗他 捡起一块石头 斗塔砸在自己的脚上 小孩顿时大哭起来 与小孩哭成相呼应的是 爸爸十分畅快的笑声 虽然这个方法有点费脚 但是孩子之后 却再也不断扔了 熊孩子之所以熊 是因为他们的心智 和社会发展水平 尚未达到正常社会生活的标准 他们对于这个世界 运行规律的认知还不够全面 所以才表现出了 各种不合时宜的行为 这种示好 就需要家长 担负起老师的责任 要知道 家长对孩子的过度放任 和过度严苛 都不是最好的教养方式 更好的做法 是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在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 和自由的同时 也设立明确的界限 当孩子越界时 做出公正的惩罚 并解释清楚背后的原因 这样的教养方式 可以促进孩子的心智和社会发展 帮助他们成为独立而自主的人 衷心的希望 世界上能够少一些熊孩子 一款游戏 对于玩家而言 游戏的内容是否丰富 画面是否精美 甚至是社交系统的搭建 是否完善 都是决定一个游戏好坏的关键 但是 对于一个游戏公司来说 盈利赚钱 才是支持他们发展的根本目的 所以在现在的游戏市场 游戏中五花八门的充值项目 已经见怪不怪了 对于九星科厂的科代表来说 因为贫穷 所以对那些充值板块 都保持着克制 但是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 不知道赚钱辛苦的熊孩子来说 他们总是能闹出 大手大脚充值游戏的大新闻 让家长头疼不已 2020年1月20号 宗妈妈一大早 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余额的数目不对 整整少了13000人民币 一查银行的消费记录 从去年的12月26号开始 到年底的那段时间 每天都有几十 甚至几百块钱 打到同一个账户上去 显示是其他业务代理资金 宗妈妈的反应 是银行卡位倒刷 于是赶紧去派出所报案 这时 一个颇具惊艳的警察 看到业务代理资金六个字之后 一语道破天机 是不是 你家儿子打游戏冲掉了 宗妈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马上回家赶个自家宝贝儿子豆豆 豆豆只有11岁 还在上小学五年级 因为父母都是老师 所以对他的学习要求 十分的严苛 所以 他一直在班上名列前五 将创挂满了墙壁 但是妈妈一直觉得 豆豆还能够在学习上 做得更好 还能更努力一点 除了是资深的小学学霸 豆豆还是和平精英 两年老兵了 早在很久之前 就被妈妈发现 曾经想充过68块钱 在批评教育了儿子之后 宗妈妈把iPad 藏在了自己的房间 在妈妈的强力杠下 豆豆终于坦白存宽 原来他趁着妈妈不注意 偷偷地将iPad找到了 为了在和平精英中 购买皮肤 于是直接在iPad里 将自己的指纹 设置成了充值密码 痛痛快快地踩到了一番 不是可代表吐槽 就这一身奇形怪装的搭配 真没看出来哪里好看 妈妈很快将游戏充值记录 和银行卡的消费记录比较 全部对上了 才放下心来 但是 对于豆豆 还是努力不争 妈妈越想越生气 当着孩子的面 将iPad刷坏 让他把游戏的心思 放到学习上来 并且要对他的管理和要求 加大利落 但是豆豆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会计则表示 并不需要特别严厉 阻止自己做一些事情 就比如玩游戏 而且 他已经知道 自己充值并不是小数目 还保证 自己能够在学习之余 适度地去玩和平精英 而腾讯也派出了员工 与周妈妈沟通推款的问题 不过可代表觉得 想从止进不出的邪恶最低扣钱 拖掌 有点异想天开 无独有偶 卢妈妈在一次还信用卡的时候 突然发现 自己的欠款 多了两三千块钱 不过 他很快就意识到 是不是自己家的小儿子在搞鬼 卢妈妈家中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出去当兵 一年下来也很难回家几次 对于小儿子 自然就更放纵了一点 只要不影响到写作业 平时都放任他在手机上玩游戏 甚至给小儿子自己 也买了一部手机 不过卢妈妈有时候也会奇怪 为什么小儿子 不喜欢用自己的手机玩 反而经常霸占妈妈的手机 但是因为小儿子只有六年级 他也不觉得儿子 知道如何去充值 可是 他还是低估了 小儿子的科金天赋 他不仅给自己手中的三款游戏 都充了钱 连手法 都和之前的痘痘一模一样 通过指纹支付 投天换日 不仅如此 小儿子的反侦查意识 夜空间的早熟 将交易产生的记录 笔记短信 都删除了一个二镜 因为对金钱 没有任何概念 每天只有十几块零花钱的小儿子 充值游戏 却已值两千两千的猛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还不觉得自己充的很多 原本只以为损失了两三千块钱 但是因为卢妈妈平时做生意 办理了各种信用卡 之前因为进货出货 资金流动比较大 在还其他信用卡的时候 没有注意具体的金额 但小儿子疯狂充值的行为 却为他敲响警钟 赶紧去查了其他信用卡的消费记录 在核对之下 卢女士绝望地发现 自己疼爱的小儿子 已经在三款游戏上 花掉了一共六万人民币 于是他不得不找到 三款游戏的公司寻求退款 分别是腾讯旗下的王者卢妖 腾讯旗下的和平精英 以及腾讯旗下的QQ飞车 企鹅大人 科金的消息 从能看到你 真有你呢 企鹅大人却表示 因为支付信息的实名验证 是成年人 所以无法确定 是否由未成年人充值 后续还要记忆不合时 至于这个后续要多久 那科代表也不敢保证啊 除了充值游戏 许多熊孩子 也会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在看游戏直播的时候 冲前去打赏游戏主播 胡妈妈的儿子 就沉迷于爱奇艺的游戏直播当中 因为上网课 需要在手机上做作业 所以他每天有很长的时间 能够使用妈妈的手机 但是只要他妈妈一转头 他就会把游戏直播打开 在直播的氛围里 他越来越觉得 被主播念名字 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而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必须要充值送祖物 于是 他偷偷记下了 妈妈的六位数支付密码 肆无忌惮地 给储货打赏礼物 一花就是花了七万多元 而他的妈妈 也是直到最后 才看到交易短信 瞬间如晴天霹雳 胡妈妈在美容院工作 而孩子他爸 在农贸市场送货 两个人辛苦一个月 能赚够一万元人民币 虽然不多 但是也够一家三口的花销 但是因为儿子的大手笔 夫妻二人将近半年的辛苦 化作云烟 只剩下支付账单里 数字惊人的充值记录 他们找到爱奇艺的工作人员 但是对方却要求他们 提供儿子充值的监控视频 作为证据 最终也没能退款 不过熊孩子不一定只坑娘 真熊起来 全家人都都不过 而这也是客代表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看到的数额最大的 微成年充值案例 小赵的妈妈是开公司的 家里有一块华为的平板 自己平时也就登陆微信 一般都是给小儿子打游戏 平时在通过微信支付 买东西的时候 也不会避讳自家人 让小儿子由此知道了支付密码 而小儿子的游戏兴趣 实在广泛 小小的一块平板 里面塞满了王者荣耀 决战平安金 QQ飞车 穿越火线 口袋之旅 阴阳师 皇室战争 飞人学院 时空召唤 以及元气骑士 十款游戏 不仅如此 虽然年纪只有11岁 但是却明白 手机游戏的智力名言 冲前就能变强 可代表代替马浩腾 先给你点个赞 在这种观念的驱动下 小到六元 大到648 小儿子花钱的时候 都十分爽快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妈妈为了方便 将自家公司的银行卡 绑到了自己的微信上 具体支出 只有财务知道 而财务也误以为 是老板的个人消费 从来不敢过问 于是一家人 就被蒙在鼓里 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 微信账单 已经被密密麻麻的游戏充值占领 打印出来 足足有30页 将他的哥哥直接看麻了 最后 估计有将近25万人民币 分别冲进了这10块游戏之中 哥哥之后 一个一个找上游戏公司 可之前一家公司 就已经足够难对付 七家游戏公司 和华为的支付平台 虎相踢皮球 双方都被一个熊孩子 搞得焦头烂额 其实 无论哪一次熊孩子充值 引起的混乱 我们作为成年人 是无法指望孩子 自己能够做好所有事情 家长和游戏公司双方 都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 如果这样的乱象 频繁地上演 那么也许 在不久的将来 对于游戏的偏见 对于所谓网以上人的无解 都会在此成为 社会主流的声音 这显然不是 所有游戏从业者 愿意看到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在公共场所 遇到行为乖张的人 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说又不好说 多数情况下 都是默默忍受 特别是在碰到熊孩子的时候 更让人烦心不已 因为咱们作为外人 要是管教的重拦 说不准连对方的家长 都会跟着发熊 结果就是一家人 一致对外 受委屈的 反倒成了没理的一方 而在前段时间 上海一女生发文称 她在看电影时 后排座椅的孩子 多次踢起椅子 之后因为多次提醒熊孩子 而惹怒了孩子旁边的爸爸 更令人震惊的是 孩子爸爸 居然还对这名女生出手 最终致其脑部受伤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事发当天 事件中的女生 一个人前往电影院看电影 本来挺愉快的一件事 结果在她观影期间 坐在这名女生后面的一个小男孩 在看电影中途 一直踢女生的椅子 一度持续了二十多分钟 这种情况想必搁谁都要生气 女生当然也有些气恼 于是就转头制止这个男孩的行为 但是说了好几次 男孩愣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而让人更没想到的是 男孩父亲健壮 非但不制止男孩的行为 也没有代替孩子向女生道歉 反而觉得女生的提醒很烦 而且下一秒就直接用力 踹向女生的座椅后背 随后 因为男孩父亲的力度实在太大 最终导致已被磕在了女子的后脑上 事后女生表示 她当场眼貌惊心 回家后还一度出现暂时性昏迷 而在事发当时 女生遇到这种事情后 心里只感觉又懵又慌又委屈 随后就站起来 与男孩父亲开始对峙 结果男孩的父亲毫无悔意 态度极其嚣张 女生一个人柔弱无比 只能暂时吃亏 忍痛继续观看 可万万没想到 出饮厅后 孩子的父亲依旧不依不挠 并与该女生持续争吵 期间还屡次试图动粗 幸亏被饮厅的工作人员 制止了下来 否则会发生什么 真的不敢想象 而更奇葩的是 男孩的母亲也开始讽刺女生 最后就是一家几口骂骂咧咧 无奈现场也没人能够上前管教 只能看着嚣张的一家人 扬长而去 为了确定自己 到底有没有受到伤害 女生看完电影 就去了医院做检查 结果被初步诊断为头部损伤 而且有脑震荡的可能 遇到如此事情 女生即便是再柔弱 也忍无可忍地选择了报警 而接到女生的报警后 警方出于没有造成 严重后果的方面考虑 先是希望双方和解 串人男子也同意 可她却只有用200元和解的诚意 这还不算 她居然也不承认 自己有踹椅子的行为 女生一听到这话 简直就气到冒烟 真是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以至于女生对警方坚持到 自己要的不是钱 而是对坏人的惩罚 对自己权益的维护 紧接着 女生又先后晒出电影票票根 医疗诊断书 和警方的受案回职等等证据 希望有目击者能够站出来 为其作证 而且女生发布文字的最后 严重声明 一定要求拘留施暴男子 幸好经过几天的处理后 结局算是大快人心 公安机关对男子 干某某的违法行为 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此事一曝光 网友们纷纷谴责起这名男子 说影院里保持安静 不打扰别人 是一种基本的礼貌素养 也有网友直接指出 孩子无缘无故踢女子椅子 多次制止不听 作为父母的看到后 就应该及时制止孩子 而孩子父亲不制止孩子也就罢了 反而去伤害无辜的女生 这种行为真的让人气愤 而事实上 这种因为熊孩子 无端遭受委屈的例子 还比比皆是 也是在前段时间 孩子高铁上吵闹不止 乘客提醒 却被家长怒怼的相关话题 一出现就立马冲上了热搜第一 相关话题的阅读量高达5.1亿 据说当天高铁上 一个小孩子因为吵闹声太大 持续的时间也挺长 引起了不少乘客的烦躁 特别是长途劳累的乘客 上车之后 好不容易想安静一会休息休息 却如此被打扰 有的乘客看到这种情况 基本上选择一忍再忍 但是有一名女子 可能是忍无可忍了 直接明确地告诉熊孩子的家长 好好管一下孩子 可没想到的是 孩子家长直接表示 我管不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吗 这番态度可以说是十分的不好 没觉得自己的孩子打扰了别人 甚至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了女子身上 并告诉女子 三岁的孩子又听不懂 你难道不懂事吗 这话也不禁让网友觉得 真是有点道德绑架那位了 太奇葩 而该家长不但这般理直气壮 到最后竟然还说出了 令人更加气愤的话 该家长表示 你真有毛病 你这辈子你别伸孩子了 伸孩子得被你带死了 我的天 在此期间 有名男士举着手机拍摄 也伸手阻止孩子的母亲不要生气 而当大家以为是好心的大哥时 没想到男子转身问了一句女子 你是不是第一次坐高铁 随后男子就手持着手机 开始指责女子没有见识 还调侃女子 是不是第一次坐带小孩的高铁 最后更是恬不知耻地告诉女子 那我原谅你了 也就是这句话 让许多网友都坐不住了 直呼 这男人脸皮真厚 谁原谅谁呢这是 随后 男子更是对着女子一顿怼 而男子就是熊孩子的父亲 此时 周围的乘客听到熊孩子的家长 直接对着女子人声攻击后 立马就开始帮女子说话 与其也极尽克制 并没有明显的怒意 但是男孩的家长 不但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反而还越来越过分 甚至还趁势开始指责 车厢里的其他乘客 暗戳戳的讽刺 嫌弃吵的话 你们就去做高级车厢啊 来普通车厢干什么 更奇葩的是 不知道是熊孩子奶奶 还是外婆的女子 也跟着添油加醋 而那个熊孩子 看到父母和奶奶这样的举动 更加的肆无忌惮 甚至跟着家长一块参与骂战 这一幕 真是让网友们大涨见识 大家也纷纷在网络上 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人说 其实熊孩子在车上吵闹 肯定是避免不了 也能理解 但是家长不管不顾 态度恶劣 那就太不懂事了 一家四口 顺带着孩子 都在指责女子 还有人明确指出 原本就是一件小事 家长道个歉 乘客心里也能好受险 毕竟谁都知道 女子气的不是孩子的吵闹 而是父母不作为 我不管 还强词多理 甚至对于女子进行人身攻击 更有网友表示 一家人管不了一个小孩子 却能联合起来欺负一个女乘客 真是可笑至极呀 整个过程中 孩子的家长总是在给自己 失败的教育 找各种理由 到底是真的管不好 还是舍不得管 还是不会管 才会在高铁上发生这一幕 总之视频被发布到网上之后 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而评论区中 大多数都是在指责这一家人 指责孩子的爹 说话阴阳怪气的 还有网友表示 还好有周围的乘客 在帮女生说话 要不然面对这三个不讲理的人 非得委屈此不可 但意外的是 虽然评论区绝大多数 都是支持女生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网友表示 三岁的孩子确实不好管 人家家长都已经捂过孩子的嘴了 女生还在得理不饶人 可这件事归根结底 还得是家长的俏语问题 如果平时在家里就好好教育 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 也不至于发生这种事 有一位网友对此总结的就很到位 真正讨厌的不是孩子 而是熊家长 只希望各位家长们 在看过这个视频之后 能好好约束自己的孩子 尽可能杜绝孩子变成熊孩子 毕竟礼貌在身 孩子也能更受人喜爱 做家长的脸上也有光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下期再见